用户组呢 这地方看之前 那我们先有一段话 先去读一下 说每一个用户呢 都有一个用户组 每一个用户都有用户组 那么用户组是干嘛呢 用户组呢 主要呢 就是用于把所有相似的用户 具有一些特征的用户 给它放到一起去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管理用户组的方式 来够管理这个所有的这个用户 称之为叫集中管理方式 不同的进去是呢 对于用户组的规定是不同的 如Ninux的用户 属于它同名的这个用户组 这个用户组呢 在创建用户的时候呢 同时创建 同时创建 这句话所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如果说我们在创建一个用户的时候 不指定它的用户组的话 那么这个用户组会创建同名的 因为一个用户 它必须得有个组 总不能说什么组都不属于 那不可能啊 那这地方的话 如果你不指定它的用户组 它会同时创建一个同名的 那是这个意思 用户组呢 管理呢 主要涉及到用户组的添加 用户组的删除和用户组的修改 主要涉及到这三个操作 组的增加 删除和修改 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文件 进行一个更新 就是ETC Groop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啊 因为今天上午的话 我们虽然也看过了 但是并没有去细看里面 到底呢 有什么东西 那么现在的话 打开命令行 回到 回到我们Rooter用户的 加目录下 先切换一下用户 因为呢 普通用户不一定有这个权限 行 加目录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通过这个 看命令啊 来查看一下 ETC下的 Groop 那这个的话 就是呢 列出来的东西啊 列出来东西的话 也一样啊 截个图 然后呢 咱也是挨个挨个看一下 因为它这种形式 像什么呢 和我们之前的那个 ETC下的PW文件 好像有点像 就是一段 后来呢 有个冒号 一段后面又有个冒号 那这个的话 形式差不多的啊 对这一块的话 要对这个文件的结构呢 来做一个了解 它这个文件结构 文件结构第一列 第一列呢 称之为叫用户 组的一个名字 然后 往后 后面呢 有个X是吧 X呢 之前我们在上路的话 讲到它X表示密码 是不是啊 那用户组有密码呢 用户组其实是有密码的 但是为什么 我们这地方没有提到说 给这个用户组 有一个设置密码的操作呢 因为用户组一般不需要密码 一般不需要密码 那这X它同样还是表示密码啊 还是表示密码 只不过一般不需要密码 然后后面的话 密码后面有个数字 密码后面有个数字 数字表示用户组的一个ID 也就是那个识别符 一个ID 然后后面的话 后面这个干嘛的呢 后面这个呢 表示我们的组内用户 组内的一个用户啊 组内用户 一共呢 有这几个 如果说你加上组内用户名 也行啊 组内用户 组内用户名是一个意思啊 如果有多个的话 后面可以通过兜号进行分割啊 它在里面东西比较少 就是四个啊 就是四个 那唯一要强调一下的就是 密码和这个组内用户这块啊 密码呢 它只是一个站位符 密码啊 这个X呢 表示一个站位符 站位符 虽然说我们的这个用户组啊 它可以设置密码 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 情况下啊 我们是不设置密码 啊 不设置密码的 密码的设置没有什么意义啊 不设置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组内用户 啊 组内用户名 这个地方我说的就是 组内用户 这个地方看着这个名字 是表示 附加组是该组的用户 附加组啊 是 该组的 用户名称啊 用户名称 如果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一个 HALDAEMON 那么表示 表示的含义就是 有一个用户 它的附加组 是这个组 这个用户名叫什么呢 就叫 HALDAEMON 啊 就是这个用户的附加组 是这个组啊 比如这个地方呢 我们查看的 其实就是附加组 啊 就这两个呢 需要特别记一下 其他像这个用户组名呢 和这个用户组ID 一看一目了然 一看就知道了啊 主要是密码和这个组内用户名 这个地方 介绍这个文件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呢 来试一下它的相关命令 它的命令操作呢 一共有三个 三个分别是添加 删除和修改啊 没有设置密码 设置密码一般也不去设置它 没有什么意义啊 先看第一个 用户的添加 用户的添加呢 它的操作语法的和用户 用户组的添加和用户的添加呢 其实差不多 只不过把什么给换了 把所有跟用户相关的字 给它换成了 用户组的相关字 你比如说 User ADD User 用户 那么组叫什么呢 组织叫group 所以呢 把User替换成group 就变成了group ADD 然后选项 一就是选项 然后之前的这地方呢 是用户名 现在变成了用户组名 那这语法就出来了 group addD 加选项 加用户组的名字 常用的选项呢 有一个G 有一个G 来回想一下 咱们上午讲的这个 叫添加用户 有几个常用的来的 四个 拿四个 小G 大G U L L吗 C啊 如果算C的话 那C也算啊 就这几个啊 这是添加 刚才因为讲的添加嘛 不是说修改啊 所以-L不是啊 那这地方的话 我们就算中是三个吧 那么三个这里面 这个G 上午是不是也有啊 上午那个G 表示什么还一样 表示指定的用户的组组 是不是啊 那这个地方 难道也是表示 指用户组的组组吗 不是了啊 用户它有组 用户组 不能再有组了 已经到顶了 那这个G什么意思 这个G就类似于 用户里面的-U 类似用户添加里的这个-U 操作 -U -U表示设置用户的用户ID吗 就是自权量号吗 对吧 那这里面的话 这个-G ID就是表示 我们选拨 我们选择自己 自己设置一个自定义的用户组的ID数字 你可以自己设置数字啊 也可以不设置 那么如果不设置的话 它就会按照这个顺序啊 你看往后排 同样是不是也是从500开始的呀 也是从500开始的啊 如果不指定这个数字 自己不指定 则默认从500 500之后啊 递增 默认会从500之后递增 所以呢 要不要设置这个 就看你想不想去指定这个用户组ID了 如果不指定 那么这项就不用假了 它没有其他的什么-U啊 -大G啊 没有啊 就咱们记住一个-小G就可以了 用来设置这个数字ID的 啊就这么一个操作 然后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个案例 使用GRUP group ID指令啊 来创建一个新的用户组 那么这个用户组呢 给它请名字啊 用户组命名为 嗯 我们windows之下呢 比较喜欢用一个单词 就是比如说这个叫admini 推特啊 加个s 就表示超级管理员的这个用户组 但这个词呢 放心在mini 不会重复的 为什么不会重复 因为ninu 下不用这个名字 ninu 下用root嘛 是吧 所以这个admin 推特在这地方 可以试一下 那么按照命令的话 那应该是 GRUP GRUP add 然后呢 杠这个g 如果要指定的话 就是指定它的一个ID 如果不需要指定 那就不用管了 那这地方呢 就看自己的需求了 值不值得都行 那后面加上我们的名字 名字叫 admini stratratratr 加个s adminis trator 多了 s tratratratr 好 按下回车啊 走 成功了啊 成功之后呢 我们需要去做个验证的 因为它现在虽然说没有错误提示 但是成不成功呢 不能以一个肉眼 我们来看这个效果啊 还是呢 还是看这个文件 有没有变化 因为上面有这么一句话 说我们其实做这些操作 实际上其实就是对谁 对这个文件进行一个更新 那么更新的话 那你看一下这个更新结果 有没有变化 如果说我这个命令执行完了 结果你告诉我 group这里面没东西 那肯定不行 那么检查一下 TAIL 最后一行 肯定最后一行 杠1就可以了 然后ATC下面的 GR OOP 有吧 502 那么出了502 那说明我们这个组 添加其实就是成功的了 看到这个结果 那说明成功 这个是显示情况 没问题 那如果说要创建更多的组 按照这个方式来进行创造就可以了 这个是创建一个用户组 这是用户组的创建 然后用户组的创建这块呢 和用户的创建的话 相比较而言 这个简单一点吧 对吧 需要记的东西呢 比较少啊 就一个钢记 就可以了啊 而且钢记呢 也不是每次都需要加 第二个操作呢 叫用户的编辑 用户的编辑呢 它和用户编辑呢 也是有点像 用户组的编辑和用户的编辑有点像 也是把user换成了group 然后呢 含义还是一样的啊 用户叫user 用户组叫group mod还是叫modify 没有变 modify这个单词叫修改或者编辑 然后加上选项 加用户组的名称 然后呢 它有两个选项 一个叫-g 一个叫-n 那钢记呢 刚才我们提到过一次 说它呢 其实就类似于用户添加里面的U是吧 然后用户修改里面 是不是也有这个U啊 两个含义一样吧 一样啊 那这地方呢 两个地方都有这个-g 它的含义应该也是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样的啊 这句话给它拿过来 它也是类似于里面的钢U 钢记呢 表示可以选择自己设置一个数字ID 如果不止定 它默认呢 还是从500之后啊 但是这个放这就不合适了 对 放这就不合适了啊 后面那句话放这不合适了 添加合适 修改就不合适了 表示 设置一个数字 然后还有一个-n -n呢 -n就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用户 用户的一个叫 修改里面不有一个叫做 叫什么来着 干嘛的呀 对啊 对啊 类似于用户修改里面的-l 就是表示 我可以呢 设置新的用户组的一个名称 就说万一哪些 我不想用这个 的名字 推他这个名字了 太长了啊 我可以给他改一个简短一点的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n啊 来进行指定了 这是第二个 那么安利 安利的要求呢 就是第一个要求 我们呢 首先那里修改 我们刚才的 admrstis 这个用户组 怎么去修改 将 它的一个组的id 从502 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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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就是220 电到一下 然后呢 将名称 改为 短一点的 admin admin 就是把后面那一串 都不要了 把s往前挪 这个含义 这个命令啊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该怎么写 group mod 然后按照语法要求 开始是主指令 最后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要操作对象啊 那么要操作谁啊 是不是操作最长的那个呀 istr ators 是吧 这个是前和尾 中间还缺什么 缺选项 选项 那么选项的话 谁在前 谁在后 无所谓 我们要做两个 一个是要改成id id呢 叫g 从多少 改成多少 从502 改成520 是吧 那这地方我只要输入一个520 是不是就行了 然后后面还要改什么 改名字 是吧 改名字 名字呢 叫-nn 可以理解文 念 改成什么呢 改成 admin 可不可以了 可以好 按一下回车 走 然后来验证一下啊 tel -1 etc 成功了吧 然后呢 苏词变成了520 名字呢 也变短了 叫admin 那这个操作就可以了 这里面呢 我们只需要记住 这两个常用的选项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用去记了 其他不用去记了 这两个呢 比较常用一点 一个是改id 一个呢 是改名字 参数呢 可以去一起用 两个一起用 钢记和钢可以一起用 后来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命令呢 叫用户组的删除 那么这个语法呢 和 U的DL 也是有点像的 U的DL 后面加上用户名 这地方呢 是GrooveDL 加用户组的名字 它表示 删除一个用户组 删除一个用户组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 有哪几个组 张三 再看一下 再反推一下 行 那么这三个用户组呢 就是除了我们 Rooter用户之外 后创建的几个 是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把这三个组 都给删掉 都给它删掉 那么先试一下 先删 最后一个吧 因为我们最后一个呢 是最后创建的 叫 GrooveDL 加上组的名字 是吧 Adminx 可以吧 走 三名三调 验证一下 删了吗 删了是吧 OK 删了之后 好 再来删谁 再来删这个 张三 张三 走 也没问题吧 行 再来删一个 Ninux 123 删了吗 没有 他怎么说的呀 说 Can not remove the primary group of user Ninux13 Can not 看到看到的说明肯定没删掉 说不能移除 私有的属 of谁呢 of Linux13 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注意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能删掉它 of user13 用户 Ninux13 为什么删组的时候跟用户有成长关系的呢 注意啊 这地方有一个小的细节问题啊 细节 当 如果需要删除一个组 但是这个组是某个用户的组组时 则不允许删除 则不允许删除 那如果说我非常想怎么办 那请你先把这个用户移出这个组 如果确实需要删除 则先从组内移出所有用户 移出所有用户 只有把这个用户移走了 你才能把这个组给它删掉 要不然的话是删不掉的 他说Ninux123呢 这个用户啊 他的组组是这个Ninux123的这个用户组 所以呢 不让我们删 那不让我们删的话 那没办法呀 那么如果说我确实要删这个东西 他就不像我们说之前 一个用户已经登录了 我要删除用户 先把它K要掉 这个K要掉 能K要掉吗 K要不掉啊 为什么K要不掉 因为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登录 那么为了避免是这个进程的影响 我们先把这个进程给它干掉啊 K要3249是吧 3249 啊 杀了是吧 杀了之后 怎么会让我重新能录啊 我杀了root是吧 再来查一下 ps-ef gr1p 然后是Ninux123 没有吧 这时候没有了啊 其实没有的话 我再去执行grup oupdl 然后我要删掉 Ninux ux ux123 是不是还是不让他啊 那说明跟用户有没有登录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这个得确定没有关系 那没有关系的原因就像刚才说的 如果一个组内 他有一个用户 这个用户的组组是这个组 那则不能删掉啊 但是这个组内的某个用户的 但是这个组是某个用户的组组是啊 这个时候就不能删了 那如果非要删 先把这个用户从这个组内给它弄走 弄走的方式有很多种 要么改组ID 要么就直接把这个用户删了 但是删用户的这个情况呢 还是得看实际情况来 如果你确实不想要这个用户了 那你可以把这个用户给删了 如果你想要这个用户 那么把这个用户先给它挪走 先给它挪走 挪走啊 这个就相当于说 咱这个哪个地方要爆破一栋楼 结果楼里面还有人 你就直接能爆破吗 是不是得先把人给疏散一下 疏散之后 你才能再去爆破啊 所以这块的话 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修改什么用户啊 用户啊 改这个用户的一个组 什么选项 大G小G 小G啊 小G 小G把它改成G呢 反正我们要挪 不管它改成G 我们都得挪 但是挪这个组必要存在啊 你比如说 假设这个600 我想给它挪成600 有600这个组吗 没有 没有你肯定挪不了 没有你肯定挪不了啊 那怎么办 我们先把它临时挪成0吧 0是什么组呢 root啊 一个组组可以是root 但是附加组一般不会是root啊 所以这地方我们可以把它挪成root 挪成root之后 然后后面我们加上一个用户名 用户名叫 Linux123 哎 走 挪完了吧 挪完之后可以验证一下啊 看这个呢 效果对不对 是不是挪走了 啊 挪走了啊 挪走 OK 挪走之后 接下来再去使用group DL DL Linux123 没报错啊 没有报错了 那没有报错的话 如果不信 我们可以再去看一下 档3 3行就够了啊 ETC 下面呢 group GR VOP group 还有没有了 没了吧 哎 没了呢 这个时候呢 就成功的将它磨住去了啊 那如果说 你要删除一个存在的这个组 存在的用户的 这个组的话 你必须得先把它给弄走啊 不弄走 没办法 不弄走是没有办法的 啊 这边呢 是先移 先移 把这一行面来 劝一下 它是表示 把这个用户啊 从本身那个组里给它移到零这个组里面 零是表示root组啊 这是第一个地方 然后第二个地方呢 挪完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删除了 挪完之后就可以进行删除了 那最后呢 删除是成功的 这地方已经没有 命令自行删除了 这是一个细节问题啊 它和用户删除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本身呢 这个东西呢 它一有 有的话 你就不能让它直接给它弄掉 所以必须得先绕一步啊 这里是没有办法的 必须呢 是这么来的 用户组的三个命令 分别是用户的 用户组的添加 用户组的编辑 和用户组的删除啊 三个操作 它的选项 每个命令选项 和用户操作相比 都比较少 那这一块呢 我们需要记的选项呢 一个呢 就是上面的这个G 后面呢 还有一个G 还有一个N 那么其实核呆起的话 就是一个G 一个N 其他没有了 其他没有了啊 用户那块命令呢 稍微多一点 这地方呢 少一点